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款 基于文字描述驱动图像的捏脸换装AI软件 Style CLIP 说人话就是,你只需要说一句话 就可以让AI给你P图最终的图片毫无违和感 如果你也想要玩这个软件 你可以参考我这个视频的安装教程 目前我这个教程应该在B站算是新手安装最详细的教程 但在安装之前,你需要认真的看一下注意事项 确定之后,再跟随教程进行安装 在一个容量比较大的磁盘空间中 为Conda建立一个安装目录 双击Conda进行安装 安装在刚才所见的目录,其他全部默认即可 完成之后,按键盘Windows加R快捷键 打开运行窗口 输入如下指令,打开用户目录 将在网盘中下载的点Conda文件放进目录中 点击下方的开始按钮,搜索Anaconda Prompt 并以管理员全线运行 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如下指令,完成后按回车键 接着我们输入以下指令,创建一个运行环境 当你看到这条信息时,表示环境创建成功 现在我们输入指令,按下回车键,进入环境 可以看到进入环境后,左边的位置从Base变成了Style Game 以后我们的所有操作都是在这个环境中进行的 现在我们缩小窗口,来到桌面 双击运行vscommunity.exe文件 在弹出的窗口中,我们点击继续按钮 此时它从微软服务器下载程序 完成之后,在弹出的主窗口中 选择Visual Studio的保存路径 你需要记住保存的位置 在后面我们会用上,我的保存位置是这个 选好之后,点击安装按钮 完成之后,点击启动按钮 启动后,点击顶部的工具菜单 选择获取工具和功能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点Net桌面开发 和下方的Python开发 完成后点击修改按钮 在安装窗口中,点击继续按钮 此时,等待下载和安装 安装完成后,继续点击启动按钮 启动后,点击顶部的工具菜单 选择获取工具和功能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单个组件 在搜索框中输入VC 在下方列表中勾选这个 完成后,点击修改按钮 此时,等待下载和安装 安装完成后,关闭窗口 现在我们来安装GIT 在网盘中下载好这个文件 双击这个文件进行安装 安装过程很简单 全部点击下一步即可 完成后,回到桌面 接下来,我们安装Windows SDK文件 它在网盘中的名称是 WinstKCTube.exe 它会自动从微软服务器下载SDK文件 安装过程很简单 全部下一步即可 完成后,回到桌面 现在我们开始安装QDA工具包 它在网盘中的名称是这个 打开安装包后 这里需要指定你的安装路径 随便安装到哪里都可以 这里我把它安装到了地盘 接着全部默认 点击下一步即可 完成后,回到桌面 接着,需要检验你是否安装成功 按下快捷键Windows加二键 在运行窗口中 输入System Property Setments 在弹出的系统属性对话框中 点击下方的环境变量 在弹出窗口中的下方 找到系统变量区域 拖动右侧滚动条到下方 找到Path 双击打开 在编辑环境窗口的列表中 你应该在顶部看到这两条信息 表示成功 验证后,现在回到桌面 现在我们需要安装依赖文件 回到Anaconda Prompt命令窗口 你要确保 你进入了之前我们创建的Style Game环境中 现在,我们需要依次运行这个指令列表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千万不要使用魔法上网 指令我会贴在视频介绍 你也可以到博客,查看指令 首先运行第一条指令 当出现这个的时候 输入Y回车 接着它开始自动下载文件 当出现这个Done的时候 表示成功 接着输入第二条指令 当出现这个的时候 表示成功 输入第三条指令 看见这个 表示成功 输入第四条指令 看见这个 表示成功 接着输入第五条指令 看见这个 表示成功 继续输入第六条指令 看见这个 表示成功 接着输入最后一条指令 看见这个 表示成功 现在我们要完成最后一波 把这个文件解压到你的磁盘空间中 接着把目录的中文字符删除掉 我们双击进入目录当中 我们进入Global目录 继续进入DeanLab目录 继续进入Tflip目录 我们用记事本打开Custom下滑线OPS Pi这个文件 我们找到在第36行的位置 把这个路径修改为 在之前你安装的Visual Studio的目录 如果你忘记了 请查看前面的Visual Studio教程 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 回到桌面 现在我们来运行这个AR软件 以后你每次启动软件 都可以按照现在的操作进行 点击下方的开始按钮 在搜索框中输入Anaconda Prompt 并以管理员权限运行它 在弹出的命令窗口中 我们输入指令 先进入到环境中 接着我们进入程序的安装目录 然后进入到Global目录中 复制它的路径 然后到命令窗口中 输入CD控格粘贴路径 然后按下回车键 接着再输入你的目录盘幅和冒号 按下回车键 进入到Global目录中 接着再输入以下指令按下回车 完成后 再输入这个指令 最后再输入这个指令启动 可视化程序 程序启动后 我们把它最大化 这里为官方提供的 人物进行演示 UP主 长得太挫 害怕吓到你们 所以就不用自己的了 我们双击左侧正方形区域 选择好人物图片 我们来帮这个美人改改发型 化一化妆 现在我们可以用文字表述来对图像进行编辑 当然必须是英文啊 不懂英文可以用翻译软件 我们在中性输入框中输入 Face with hair 在目标文本中输入 Face with curly hair 按下回车 给它来个卷发 或者给它来个黑发 再给它来点烟熏 怎么样好玩吧 这个视频教程只是分享怎么安装 但没有涉及到相关的训练 如果大家确实想玩这个软件 我可以考虑出一个系列视频来给分享一下 如何完全掌握这个AI软件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点赞 转发 谢谢